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同时呢 华为的老板接受了英国BBC的专访 你对这两件事是怎么看的 说华为设备风险可控消息的出处呢 是在这个星期一 它是由金融时报报道出来说 英国的网络安全中心做出了一个评估 说它的这个华为风险的设备是在政府可以监控的范围之内 然后呢 这个消息就被中国国内和国际上的各大媒体转载 其实在这个星期三的时候呢 英国的网络安全是有一个高官出来说 现在英国政府还在制定关于5G设备的安全标准 还没有最后定论 但是关于华为设备的风险呢 是英国政府有能力完全去监控 好像是侧面也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啊 但是呢 他所说的风险设备可控的评估报告 并没有公开发表 而是提交给了英国的文化 媒体和体育的相关部门 所以呢 本身这个评估的级别呢 是有一定问题的 就是说现在看起来它是什么数字 媒体 体育 文化这些部门在主导对这个事情的评估啊 那么这个评估结果对于其他一些更加关键的部门 像电信监管 军事和公共安全也会采纳呢 这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啊 而且英国首相府的发言人隔天就说 这个对华为的安全评估啊 还在进行过程中 现在还没有定论 但是呢 就随着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 华为的老板任正非马上接受了BBC专访 他在接受BBC专访的时候 一方面呢 是表达说这个华为自己很先进 被世界所需要啊 所以呢 是不相信美国能够把它扼杀掉 同时呢 又表达对英国的信任 说即使华为在英国也有禁用的争议 但是他仍然会在英国投资 只要美国把它排除出去 他就会加大在英国的投资 所以这一边呢 是有消息释放出来 好像说华为是有希望过关 另一边呢 那个任正非赶快就出来拍胸脯 说考虑在英国扩大投资 这两个事情同时出现呢 他刻意的公关运作的痕迹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想扭转目前这个舆论对他的负面评价 然后做出一些承诺 然后又有一些利好消息出来 好像想在英国呀 打开一个缺口 让这个华为在欧洲的处境留所改善 那这条消息呢 显然是国内的媒体转达了很多 也很兴奋 而且出现了这个英国打脸美国这样的报道 那你对这种反应是怎么看的 说英国打脸美国肯定是说得过了 最近几个月关于华为的命运有很多聚焦 实际上现在很多人是把围绕着华为 它的命运起伏看成了中美斗争的最前沿了 所以当华为受到围堵 有可能被赶出西方市场的时候 那么有一些支持利害国的人就感到很沮丧 那么另外一些支持民主化的朋友 就是觉得应该阻止中共在海外渗透的 就觉得这是一个好的消息 那么当情况有所反复 好像华为又有可能闲鱼翻身 又有可能过关的时候情况又反过来 那在墙内就是很多人就欢欣鼓舞 在海外另外一些人就是充满了担忧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中美竞争 谁打了谁的脸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实质它其实是反映出了欧洲 在处理和中共态度的问题上 就是在应该怎么面对中共 怎么和它打交道的这个问题上 它确实这个态度是有反复的 是这么个问题 在英国是出现了几次反复 其实我们看在欧洲其他主要国家 也是几次反复 在德国就反复了四次了 像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最早消息出来是说 这个德国政府是考虑把华为排除在 这个5G设备的供应商之外 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又有消息说 德国的情报部门认为还需要有更多的情报 要美国那边提供什么证据 再然后是今年的1月底 有消息说 德国政府干脆就想把那个电信法都修改了 那就是对华为不利 然后最近又有消息说 说德国政府有些官员认为 还是应该给华为留有一席之地 让他能够有机会参与当地的基础网络的建设 所以他来来回回就倒了四次 在捷克那边就倒腾的就更厉害了 像在去年先是捷克的总理办公室 发了一个禁令 说政府部门的办公人员 不能用华为的手机 然后几天以后 捷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出了一个跟这个声明相抵触的另一份声明 然后中国墙内的媒体就说是捷克认错了 结果到今年1月份 捷克的财政部 他出一个报税的门户网站 把华为排除在竞标者之外 就是他不管是言辞上的反复 还有行动上他都出现了反复 所以这种情况我认为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因为他处在一个调整期 处在调整期 那自然的各种意见都会表现出来 那有些就希望对华为更加严厉一些 那么跟华为有一定利益相关的 或者同情他的可能认为还应该对他保留一席之地 所以这种反复 我觉得在欧洲的这些主要国家 它的5G招标项目结束以前都会出现的 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阿里巴巴开发的应用软件 就是学习强国APP 那据说这个是下载量第一 而且是中宣部在大力的推广和宣传 你对这事怎么看 这个学习强国APP 这个习指的就是习近平了 他其实这个应用程序主要是宣传学习习近平思想的 所以你也可以想见 他是目前中宣部在这个数字媒体上所推出的第一号任务 就是一定得搭理推广的 我在我自己的这个YouTube频道说了这个话题以后 有很多网友反馈 说所谓4400万次下载排名第一 很多都是强制要求下载的 你像医院学校机关 就是还有很多事业单位 那都是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去下载 光下载还不行 你还得这个去积分 就是说你得经常去阅读文章 要去点赞 要发反馈什么的 写心得还得去积分 这个都是政治任务 但是呢 这个应用软件呢 有路透社披露出来 是阿里巴巴内部的一个特殊项目小组看发的 他不仅开发 他还要维护它 而且现在还在招募人手 因为好像这个工作量很大 他现有的这个项目小组人手不够 马云呢 他在去年9月份宣布 一年以后退休 也就是今年9月份他才会退休 目前呢 他还是阿里巴巴的董事局主席 中宣布这么重要的一个项目 找到阿里巴巴 那我觉得没有疑问 应该就是马云自己同意的 就是他做的决定 就是参与这个项目 从这个事情直接可以看得出来呢 马云应该是处于安全状态 就是去年有一段时间 不是他那个支付宝上交给国家了吗 就是说他纳入了那个中共的一个网络银行清算体系的监管之下了 就是他的以前的一些盈利模式都不行了 那么一段时间呢 人们在怀疑是不是对马云也是要这个杀猪拔毛了啊 这个民营企业做大是不是要收拾他了 那现在看来呢 他应该是处于安全状态 因为这么重要的一个任务都交给他 那也就意味着党国对他的信任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国的那些民营企业 他们处境艰难 就是说这种事情呢 你不做也不行 因为马云他以前有句名言嘛 叫做只跟政府谈恋爱 不跟政府结婚 也就是说他其实做电子商务的 他知道跟这个政权走得太近 其实不利于他这个企业成长 因为你是一个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是一个跨国界的行业 你作为一个交易平台 你带有某一个政权的这个特殊色彩的话 是影响国际用户对你的信任度 但是现在他也没办法 他也得去做 就是在中国就必须得做这些事情 但是作为一个纽约的上市公司 这个消息对他是不利的 因为这相当于 他是直接参与了中共的政治思想工作 那么就会受到中共那边的更多直接的指令 那么隐隐约约呢 你就有染红的色彩 就是说你也有这个姓赵的嫌疑了 因为这么重要的事情嘛 他中共肯定是交给贴级人做 他不会随便给一个企业做 那至少呢 这是证明了阿里巴巴好像和中共这个距离大幅度拉近的一个标志了 那么既然你隐隐约约有点像姓赵 那么今后这个阿里巴巴在国外的收购活动也好 经营活动也好 那可能也会受到更多的对待 像这个中国国有企业那样的审核 所以对他的在国际上的发展来讲不是一个有利的消息 我们知道上个月任正非开记者会说努力撇清他的企业跟这个政府的关系 但现在马云的这种表现显然是相反的 那如何看待这种矛盾的现象 其实不管表面上是要撇清关系还是不顾忌拉近关系 其实都是完成中共交给的任务了 你像华为他最近在欧洲的这一系列公关运作 靠他自己一个企业呢 其实还是利有不逮 因为他要动员外交媒体各个渠道 那显然是有中共政府在背后支持的 是要帮助华为改善形象 摆脱目前的困境 那目前阿里巴巴帮助中共开发线上红宝书了 这个也是表现出来 中共是非常急于把已有的经济和技术力量 转化为它的统治资源 或者是对外 就是像华为这样的去抢占全球的5G基础网络 建筑市场或者是对内像开发线上红宝书 然后呢 这个让很多中国人去下载去洗脑 其实他都是很急于的把一些成功的企业资源 就直接就用他们了 就是这些企业好像技术成熟了 然后市场成熟了 有了知名度就直接就用他们为政府服务 所以这就揭示出来 目前在中国其实不管你是民营企业也好 国营企业也好 只要你到了一定的规模 它最后都会变成某种形式的政府部门 但是呢 也正是中共的这种做法吧 就是急于把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资源 转变成为它的政治资源 实际上呢 也是削弱了自己的经济力量 就是说这些企业 由于它和中共体现出这种密切关系 当它在国际上想发展的时候 走出中国的时候 就会因为这个关系蒙受损失 就是国外的投资者和监管机构 就会怀疑他们是否带有这个中共政府的使命 从而使这些企业在国际上的发展战略欲阻 其实呢 中国这些企业的遭遇 也是反映出了中共的一个巨大难题 就是它这种特有的意识形态 和它这种特有的体制 当它经济力量成长 想把经济力量转化成为政治力量 取得相应的这个国际影响力的时候 它是有巨大障碍的 就是说它这种转化是非常低效的 而且是很难受到认可的 那么这两个例子更进一步的说明 就是在中国现行的制度之下 就是民企不管你做的多大多强 恐怕始终摆脱不了做党国小三的命运 好 谢谢文章 谢谢严真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次的大陆新闻节的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